一幅里面要解决什么呢 包含就是说呢 一般简单的逻辑 比如说如果哪个条件呢 这个条件呢 如果是什么 及格不及格嘛 合格不合格 那当然这很简单嘛 大于等于什么 平均成绩如果大于等于60分 那就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我想应该这个没问题 只是可能你们在旁边要多做一个 就是什么呢 多做一个就多重 这边再打一个栏位好了 叫多重 那什么叫多重 像各位可以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不是合格不合格 而是ABCD的话 A就是80分到100分之间是A 70分包含到80分之间是B 60分以上到70分是C 不及格就低的话 那就会有什么 四种的可能性 那怎么办呢 OK 那当然如果 可能未来也许你工作里面还有更多 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那这时候呢 你要怎么多重判断 OK 所以这个是两重的 这个是多重的 两重比较简单 多重的话怎么办呢 两重你还可以怎么 插入一个函数 切到那个叫逻辑 对不对 逻辑里面 if 反正呢 它这边有个逻辑 如果true是合格 false是不合格 可是问题来了 多重的话 那会有ABCD 那有四个可能性 可是输出只有两个 那怎么办 其实有个方法啦 就是if里面呢 再加上if就好了 if里面再加if 反正呢 如果你有几个逻辑 那你就是一直插入 if就好了 如果你有四个逻辑 那你就插入三个 最后一个是else 就反之剩下那一个 OK 大概可以理解吧 所以待会可以试试看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在sale里面是这样做 可是VBA怎么做 其实VBA一定也会有逻辑判断 而且用的非常多 未来一定会有回圈 先配合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 有刚刚两重的 也有多重的 怎么做 OK 那除了这个之外 另外还有什么呢 这边有and是交集 你可能条件的话 要这个 而前另外一个 都要同时发生 才会是处 或者另外偶而 偶而的话是 其中一个为处 那就是为处了 OK 然后NAS的话刚好颠倒 不过NAS用的比较少 到目前为止 很少用到 不过不是不用 是机会吧 也许可能 不过大家知道 有这几个函数 然后后面还有综合练习题 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说呢 如果 它这边有一些题词啦 主要是看这个 追览这个 增减体重百分比指的是 它的体重 跟它应该的体重 这是标准的 这是它的体重 那一看就知道怎么样 太瘦了吧 它应该要57.4 可是它只有45 意思就是它要增胖 27 那意思就是它太瘦了 对吧 那底下这个是负8 意思就是它本来应该是73 可是它80公斤 意思就是它减肥了 那什么叫正常 就是在正负5%之外 是不标准 正负5%以内的话是标准 那如果你用if加上偶尔 其实这一题也可以改成and 两个方法 两个方法 OK这两个都可以哦 你可以把结果给做出来 判断什么呢 它的到底体重是标准还是不标准 标准是正负5%之内 不标准是正负5%以外 OK这个逻辑应该有啦 只是说用偶尔怎么做 用and怎么做 你没有办法把这个逻辑给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 可能还有个问题 就是不标准里面的 我如果还要细分什么 它是过瘦还是过胖 像这个是过瘦嘛 它要增加这么多 这个是过胖 它要减肥 那如果说我还要再针对 不标准里面呢 再帮我把那个过胖或过瘦 再分出来怎么办 OK所以这个结果 当然你把它输出到这个备注里面 那一样啦 在isail里面可以有and或偶尔逻辑 VBA里面同样有 为什么 因为你在执行程式的时候 它一样会跑嘛 所以到底是一模一样的 两者之间是同样逻辑 那一样我们也可以用VBA再做一遍 让各位了解函数加快 如果未来你要把它改成VBA怎么做 OK 那这个逻辑我想各位稍微看一下 然后中文练习二也是一样 年龄算出来之后 它如果住在台北市或新北市 这两个是一定and 年龄要70岁以上 而且要住在台北市或新北市 这变成什么 and里面有偶尔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交集里面还有连集 OK 反正你工作里面一定都有这些 这种逻辑 我想这逻辑还算简单的 还有更复杂的 所以我们主要是了解逻辑里面的 当然第一个就是多重可能比较重要 再来就是连集 或者连集里面还有交集 OK 交集里面还有连集这些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你们先把题目先了解一下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这个有关逻辑函数的部分 如果你对逻辑里面我刚刚讲这些 都能够很快的把它做完的话 再来就是很快也可以把它转成VBA 未来你在应用上面 我想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试一下 第一个 重合评定 及格不合及格 超团因素呢 接下来用到逻辑 逻辑里面有这些 不外污就是刚刚讲过的 if and false是 就是不是 不为真 true的话呢 当然然后这边都有 if el后面也会用到 这个是过滤 那个只要错误的部分 可以用ifel ifel就是 如果发生错误 那那个exel里面怎么告诉你是错误 那个错误的讯息通常会是什么开头呢 紧开头 有没有 常看到有没有看到那个 你那个exel里面常出现什么 紧什么 紧na有没有看过 有吧 这意思是什么呢 n是not a是available not available 意思是找不到意思啦 常见也许你试用那个什么ifel函数查询的时候 有没有 或者什么紧什么呢 紧value value 在后面也会也会看到 或者什么紧什么呢 紧ref啦之类的 好 很多一堆啦 只要是紧开头的 那就是在exel里面就表示说是有错误的 所以呢 这边有一个函数叫ifel el就是错误的意思啦 如果发生错误你要做怎么处置 那你可以讲不要让它出现 ifel 不过特别注意哦 这个函数是2007 israel2007之后才有的 israel2007以前 就是2003就是包含 没有这个 那你变成说 比较麻烦 你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你变成说 要用if 加上另外一个函数叫israel israel 变成说要两个 那判断起来更复杂 不过现在基本上都是新版 所以我们用ifel 然后其他的话像是nots啦 像or啦 tru啦 等等的 然后其他的话可能用的比较少 我们先用if来做 if什么呢 这个条件如果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60的话 那就是什么呢 tru的话就合格 反之的话呢就不合格 所以我就输出什么 输出合格 OK 这个是为tru 条件为真的时候 反之的话呢就不合格 那你会发现 它移开它自动会帮你加双引号 因为主要 你输出的是一个什么 一个文字 或者叫字串 输出到储存格 它看哪一个 就丢哪一个按确定 那我们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呢 自动帮你做过滤 有点像 左边右边 你是走左边 比如男生女生 不同边 那你就走左边右边 做逻辑判断 应该这个简单 大家应该都会 可能会有比较问题是这个 多重的 就是ABCD 那会有四个嘛 所以这地方怎么做 插入函数 一样用以辅 如果这个条成绩 大于等于80的话 等于是刚刚漏掉 这个应该是输入法 等于 大于等于80 一般是从上面往下判断 大于等于80的话呢 那就A 剩下来可能有BCD 所以怎么办呢 再判断 那再判断我的习惯是 第一次先从这边插入函数 往后的函数 如果要加到后面的话 记得哦 不要再按这边 因为他要把 把刚刚的公式盖掉 所以请你用什么 前面这个箭头 还是一样有习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是 这个是第一次使用函数 第二次以后的话呢 请你使用这边 一幅 那他会怎么做呢 游标放这边之后 再插入一个一幅 他会帮你把这个一幅 放到这边里面 然后呢 再让你做第二次逻辑 第二次逻辑就剩下来的 如果这个成绩 大于等于70 剩下来的 那我们再把B抓出来 OK 那剩下来的 游标再放这边 再做一次逻辑 然后剩下来就是什么 大于等于60的 那就是C 反之剩下来的 就是D 有没有 那就没有了 所以基本上 这边会有三个一幅 有没有发现上面 一幅 这个条件A 剩下来的 那再来一幅 这个剩下来的 所以基本上 四个逻辑 会有三个一幅 按确定 那到底 这个一幅里面 其实特别注意 它里面有一个 限制哦 就是说 一幅一幅一幅 最多几个 我记得好像 它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限制 最多好像是 可以到七个 可是我记得 好像印象中 在哪边有看到 它最多可以 最多就七重的判断 OK 如果说呢 你超过七个 好像会产生错误啦 不过一般 其实要做到七个 逻辑判断 应该是 还蛮少的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跟各位说一下 按确定 那一样 把它置中一下 然后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OK 应该可以理解啦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一样 这个跟这个做完之后 如何把它变成VBA 所以可能多一个栏位 VBA 那VBA的话呢 那我们需求也许跟前面一个练习一样 一按个按钮 自动全部输出 那输出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合格不合格 两重的 一个是ABCD VBA的这怎么去处理 那当然基本上 VBA的输出啊 跟前面一样 一定是forI等于第几列 到第几列 OK 然后输出什么呢 输出到哪里 写在前面 所以Sales I列的H栏 输出什么 等于什么呢 等于合格跟不合格 可是一个格子只能放一个啊 所以合格不合格 里面要做什么呢 逻辑判断 那在VBA里面 这个还没讲到啦 之前我们是还没讲 所以今天的话呢 会接着来讲逻辑判断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先把那个 一副部分 做出那个 合格不合格跟ABCD 哦 好吗 好吗 对不起 对不起